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分享中不包括flint cycle相关的内容 这块将由我的同事与飞 在ApacheCon Asia的另外一场分享中予以讲解 最后我们将开发一个简单的技术程序 通过编码的方式将前面的内容复习一遍 对于PASA是什么这个问题 如果要用一句话定义 那就是PASA是云原生架构的消息和事件流平台 也就是说PASA同时具备两方面的能力 对于消息的处理能力 其实PASA和传统的RabbitMQ等MQ类似 主要是对消息的逐条处理 并且要保证不会丢失数据 而事件流的处理能力 则更像是卡夫卡之类的大数据处理管道 要能实现高吞吐、历史消息、replay等能力 而这两者的能力PASA同时具备 并且基于这样的特点 我们构建了一个相当丰富的PASA生态 与其他系统交互层 我们提供了多种语言的SDK 和其他DP同步数据的Connector 还有能模拟卡夫卡协议的KOP RabbitMQ协议的ROP 用户基于卡夫卡等框架开发的旧程序 可以无缝迁移到PASA上 存储成PASA的数据主要存储于 分布式存储Bookkeeper上 并能将历史冷数据离线到S3等对象存储上 实现海量的数据存储 而且不用对PASA本身去做扩容 处理成PASA也支持了很多框架 本次分享我们将重点讲一下 与Flink的集成开发 PASA最初是在自己的Codebase里 以子模块的形式对Flink提供了支持 2019年7月 PASA将代码从主仓库移出 并且创建了PASA Flink项目 截止到2020年12月 PASA Flink提供了对Flink 1.12的完整支持 并且在PASA 2.7.0上充分测试过全部功能 2021年8月 我们基于Flink的新的Source API 开发了Flink Connector PASA 并且合并到了Flink储张库 并提供了基于PASA Source的部分支持 2020年3月 我们基于Flink的新的SyncVR接口 提供了PASA Sync的部分支持 2022年7月 在Flink Connector PASA上 我们又提供了完整的Table API 也就是SQL部分的支持 自此 Flink Connector PASA 在原有功能上 已经对齐了PASA Flink 并且提供了很多新的功能 这个时候大家肯定很疑惑 为什么我们已经有了PASA Flink项目 还要重新写个新的Flink Connector PASA呢 其实主要有这几大原因 第一个是PASA Flink立项开发的时候 PASA也刚刚开源 很多能力还并不成熟 所以PASA Flink开发的时候 是基于PASA很底层的接口 去进行消息的读写 而非现在很常用的Consumer接口 或者是Reader接口 所以很难去挑优 PASA Flink自身的配置是混乱的 一部分配置是使用Java Properties去管理 但还需要用户提供PASA Client 自身的配置实力 所以很多老的代码和配置 基本无法维护 PASA Flink使用的是 Flink的Source Function和Think Function接口 在新的Flink中已经被deprecated了 PASA Flink自身的序列化反序列化机制 设计的相当奇怪 用户使用时常常会不清楚 该使用哪个类去处理数据 同时这一块还不支持 PASA Schema Involution PASA Flink最初的代码 完全就是借鉴子Flink Connector Kafka 所以很多抽象和设计 与PASA自身的功能并不一致 基于此 我们才设计并开发了新的Flink Connector PASA 并将代码贡献给了Flink社区 它的codebase是基于 Flink新的Po融合的Source和Think接口编写 并且梳理选择性地暴露了 PASA Client的部分配置 在数据消费上 完全支持PASA的订阅等各种特性 不同于PASA Flink的项目 只有一个readme 我们丛林编写了相当详尽的 中英文使用手册 并和Flink社区一同在优化这个模块 社区的小伙伴也帮我们实现了 Flink Python的支持 当然新Connect也有一些问题 首先因为基于新的Sink V2接口开发 所以能支持的最老的Flink版本就是1.15.0 其他的旧版本目前还没有办法支持 项目因为很新 所以现实中在生产上使用的用户并不多 对于数据一致性的支持 目前强依赖于PASA的事物功能 而此功能还有很多带解决的问题 并且现有的PASA Flink用户需要修改代码 才能牵引到新的项目上来 从个人角度而言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下 Flink Connected PASA 因为它真的很awesome 我们做的第一个改动就是清理了PASA的配置 目前PASA的Java Client提供了两大组件 分别是PASA Client和PASA Admin PASA Client是对Netty连接池的抽象 而在这之上抽象暴露的Producer API和 Consumer API 分别用于消息的读写 Producer和Consumer的实力 共享一个PASA Client的实力 来实现连接复用 PASA Admin是PASA的Restful接口的抽象 支持所有的管理功能 比如Topic的创建 删除 上述的主件 它们都有自己的配置类 对于PASA Admin来说 它没有自己的配置类 除了和PASA Client的共享部分配置外 剩下的都定义于自身的Build的方法之上 而Connect本质上就是三大模块 Source Sync 和基于Age之上的Table部分 在不同的模块上 要支持上述那么多的配置类 和配置项 就显得相当麻烦且混乱 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抽象就是 分析出所有我们需要 暴露给用户的配置内容 并用Fling的ConfigOption 去抽象定义这些配置 首先是PASA Option常量类 我们在里面将PASA Client 和PASA Admin的配置项 选择性地提供出来 作为勾供配置项 对于Source的部分 我们单独定义了PASA Source Options 类 它提供了除了Consumer API的配置项 还把Source Connector需要的配置项 也都抽象出来 Sync部分 这样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就有了两大配置类 它们本质上都是基于 Fling自身的ConfigOption类的抽象 并且各自提供了自己部分的配置 交易能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不需要让用户创建那么多Pojo 配置类 并且只让用户定义我们想暴露出来 让用户配置的那些配置 很多非暴露的配置 作为Connect内部的一些功能的实现 同时 Fling的ConfigOption提供了类型支持 这也避免了Properties 这种可能会定义错误内容的情况 并且我们原生支持了 将Properties转换成配置类 这使得Table API上 直接就支持了现有的所有的配置项 抽象完配置后 我们第二个优化的地方 就是PASA的Schemmer 对于PASA而言 任何一条消息都有Schemmer定义 当我们从PASA上读写消息时 Schemmer负责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消息 以Net的BetBuffer的形式 在PASA和客户端间传递 而Schemmer Evolution和接用性检查 并不通过Schemmer本身来实现 我们会获取对应的SchemmerInfo信息 并读写注册到PASA上 PASA对SchemmerInfo进行校验比较 看看相比Topic也有的SchemmerInfo 是否有不能兼容的PNX 最后将对应的创建的Schemmer版本 返给客户端 所以Schemmer本身就是PASA的消息类型系统 和Flink的TypeInformation有点类似 读写PASA上的消息是绕不开Schemmer的 目前Connect支持三大类Schemmer 首先是基础类型 基本就是Java中很常见的数据结构 其次是Strat类型 其中Json、Avro、Protobuf都是基于Avro的实现 并提供了SchemmerInvolution的支持 ProtobufNative使用的是原生的JavaClient 予以读写 KeyValue是一种特殊类型 它是一组建制队 建和直可以是上面任何一种属性 就是不能是KeyValue自身这样的来嵌套 所以Flink上使用Schemmer的主要问题是 它并不支持序列化 而SchemmerInfo是能直接序列化成 Json的Pojo类 所以我们也想以此逆向创建出Schemmer 基础类型很简单 直接就可以基于SchemmerType创建出来 对于其他的类型 我们就需要用户提供相关自定义的Pojo类的实例 Connect将对应的Class名称 印编码到SchemmerInfo里面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Schemmer创建出对应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基于SchemmerInfo 创建出对应的Schemmer 实现出可以被序列化的Parser Schema 在正式讲解如何使用Connector前 还有最后一个概念需要釐清 那就是Parser Topic的体系结构 如果按照原数据的存储位置 Topic分为两大类 持久化Topic和非持久化Topic 如果按照能否扩容为边界 Topic分为有分区Topic和无分区Topic 假如一个名为Log的Topic有四个分区 你能查到的就是图中这五个Topic 其中Log属于别名入口 底下有四个无分区的Topic 如果一个Topic只有一个分区 我们还是会创建一个对应的无分区Topic 所以分区本质上就是无分区的Topic 但无分区的Topic并不等于分区 鉴于我们日常使用的场景 大多数为有分区的Topic 所以我们需要对应的分区命名格式 并且能在项目中使用 Parser Sauce的构造和使用 通过对应的Builder方法 予以实现 这里列举了我们当前版本 全部可以用的Builder方法 乍一看有点多 有点劝退 但是实际上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方法 只有六个 他们在创建Parser Sauce的时候 必须要给出 其中Set Service URL和Set Admin URL 分别属于创建Parser Client和创建Parser Admin 我们单独从PageLay中抽取对应的Builder方法 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提供在此不予赘述 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解其他四个方法 首先是Set Topics和Set Topics Pattern方法 用于指定从Parser上消费对象 考虑用户的使用需求 有可能只想消费topic上的某几个分区 也有可能想要消费某几个topic 甚至说二者皆有 得益于Parser的分区就是topic的设计 这里我们只提供了一个Set Topic的方法 用户按照前面说的分区命名机制来定义即可 Set Topic Pattern使用的正折方式 从Parser上过滤出全部想要消费的topic 需要注意的是 此方法不单独作用于分区上 同时用户的正折表达势力 最好有命名空间和租户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Parser的Java Client 原生就支持前面两种方式 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Flink会有扩缩容 状态管理等需求 所以我们会使用Admin API 查出目标topic的分区信息 再生成最终分区topic用于消费 正折定义的topic同理 我们手动用Admin API查询出所有topic 再用正折过滤出我们最终想要消费的topic 这么设计必然会导致一个直接的问题 用户的Admin API需要有目标命名空间的管理权限 对于配置了Admin API认证的用户 还需要手动授权 而且Parser的权限设计力度还不够精细 直接在程序里面定义有一定的危险性 目前还需要等待Parser在权限管理上的完善 单纯设置了消费的topic往往并不够 大多数场景下用户还需要提供 开始消费位置和结束消费位置 开始消费位置使用StartCursor给出 Earliest为topic里面现存的最老的一条消息 Latest则为topic里面最新的一条消息为起点 开始进行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应的起始消费位置找不到 默认情况下 Parser会尝试找到一个最近的位置开始消费 并且打印警告信息 如果需要程序报错退出 需要设置Cursor Verification为Fall Arm Mismatch Stop Cursor与Start Cursor类似 主要多了基于事件时间的控制 对于流计算而言 结束位置是可选的 基本上是Long Running 并且需要实时感知topic有无阔缩容 而对于P的程序而言 它的消费数据已经是收集完的历史数据 对应的起始和结束的位置可知 消费的topic也往往不太会阔缩容 考虑到P和流的区别 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设置 不同的设置Stop Cursor的方法 用户可以按需选择 底层的核心区别就是 Unbounded Stop Cursor会实时监听topic的变更 接下来我们将讲解一下 Set Subscription Name这个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它只是Parsar订阅配置的一部分 用于定义一个唯一的订阅名称 首先我们需要对Parsar的订阅机制有所了解 当前Parsar有四种订阅 Exclusive和Failover类似 一个分区只有一个订阅实力消费 区别只在于Failover可以有备份实力 Share的模式下 每个分区都可以有多个实力去吸引消费 消费道的消息因为可能 消费道的消息可能因此会乱序 KeyShare的模式基于Key的哈希范围去消费 同一个分区支持多个实力 但相同Key的消费顺序与发送顺序一致 对于订阅 前面的Connector除了设置名称外 还能使用Set Subscription Type 设置前面所说的订阅类型 默认不给订阅类型的话 Connector会使用Share的方式去经营消费 Parsar的订阅还能设置是否可靠 本质量的区别是订阅状态 是否能存储在Bookkeeper上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需设置 使用默认值Durable就靠 订阅虽然设置起来容易 但是在Connector底层却远没那么简单 这里列举出大家需要注意的细节 对于Connector而言 Exclusive和FireOver没有任何区别 同时提供两者的主要原因是 如果用户使用FireOver订阅 可以用同一个订阅名创建多个Flink程序做备份 Exclusive订阅消费的顺序是顺序的 Exclusive订阅消费的消息是顺序的 在底层的实现是Audited Reader 通过记录消息的ID来保证Exactly Once 在Checkpoint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记录消息ID 到Flink的状态存处理 还会在Parsar上acknowledge 用于做备份 Share和KeyShare的订阅底层实现是 OnAudit Reader 因为消费道的消息为乱序 所以一致性需要使用Parsar的事物功能来保证 在做Checkpoint的时候 我们会在Parsar上Commit对应的事物 如果Flink遇到异常状态重启的情况 对应的事物会被About 已经消费过的消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重新被消费到 不同Reader的核心机制与区别 我们在此列出 虽然实现方式不一样 但是在正确开启Checkpoint的情况下 最终都能保证消费的消息的一致性 鉴于分享时间有限 大家可以在会后下载对应的PPT仔细阅读 对于ParsarSource而言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方法 就是定义消息如何被序列化传输了 当前Connect支持三种序列化方式 第一种是基于Flink原生的Dissrealization Schema和Type Information 去将消息反序列化 第二种使用的是Parsar的Schema去反序列化消息 这两种方式我们会提供对应的Parsar Disrealization Schema的实现 用户无需定义 而第三种方式就需要自己去基于接口 去实现对应的序列化 常见于CTC这种 一条消息需要解析成多条消息的场景 上述三种方式 不管使用哪种方式去序列化 在Parsar端都是用SchemaBytes的方式 绕开了Parsar的Schema检查 直接消费纯自解流 然后自己手中去解析 这么设计主要考虑的点是 Flink的用户数据 很多时候都是自缠自销 不需要强制的类型交易 同时为了兼容多种序列化方式 势必需要更弱的类型检查 另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Parsar的Schema消费到的数据 我们会尝试解析出 对应的Flink的Type Information 即使解析不出来 我们也会基于Schema 包装出一个Type Information 用于数据传输 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 使用Schema的成本 Parsar的Schema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Schema Involution 它能让消息支持 自断的增减 并提供额外的教业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在Parsar层面的实现 对于Connector而言 想要支持此功能 还需要一些额外的工作 因为Parsar的Schema Involution 本质就是在服务端 教验Schema Infor 在本地使用Schema 做字段对齐 之前我们使用的消费方式 是使用Schema Bites 对应Schema Infor 告诉Parsar不要教验 现在想要启用 则只需要实现一个特殊的Bites Schema 它的Schema Infor 是用户提供的Schema信息 其他行为和Schema Bites 保持一致就可以 以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在 现有的区别化流程下 提供可选的Schema Involution 这就是Schema ParsaSource的使用指导 现在我们看ParsaSync 它同样是使用 对应的Builder方法予以构造的 所有的Page项 同样全部提供在Builder方法里面 ParsaSync使用起来 相对比Source要简单太多 抛开必要的SiteServiceURL 和SiteAdminURL方法 剩下的用 是需要用户了解的只有两个方法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SiteTopic方法 它用于定义消息 究竟写到Parsa的哪个分区上 此外我们提供了 和Source一样的灵活配置 你既可以设置Topic 也可以设置分区 还能二者同时设置 但与Source不同的是 我们多了一项 使用东台Topic的能力 它的考量是 用户有可能会基于消息里面的信息 动态解析出一个Topic 在TopicExactor接口上 我们还额外定义了其他接口 用于给用户查询Topic的分区信息 和Source类似的是 所有的Topic最终会在Sink层 动态解析层分区信息 因为Sink没有Source的那种 振折匹配的情况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Topic的更新评次可控 我们就没有提供 禁用中期的方法 你可以手动调整 ParsaTopic Metadata Refresh Interval选项 来控制更新的频率 Topic解析为分区信息之后 我们还需要确定 把消息写到哪个分区下 也就是所谓的路由策略 默认情况下 Parsa使用轮循的方法 消息以不定的批次 轮流写入到可选的分区内 但我们同时还基于Message Key的方式 Hashi取模 来保证相同的Key的消息 写入到同一个分区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使用了Message Key Hashi的方式写入 同时写入的消息没有Key 我们就会学机选取一个分区 想要自定义路由策略的话 需要实现Topic Router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参数里面的Partition 同时也支持了动态的Topic 我们会解析出全部的科学分区 消息写入的可靠性 本质上通过Parsa的数目来保证 我们提供了Set Delivery Guarantee的方法 来提供不同的执行 首先就是完全不考虑一致性的情况 我们不会检查消息是否写入失败 也不会检查是不是重复写入的消息 此选项主要用于一些放大 此选项主要用于一些大批量数据写入 同时数据可能会有丢失的场景 比如监控数据的采集 通过放弃一致性来获得最高的写入性能 第二种就是At Least Once 每条消息写入到Parsa都需要检查 保证最终写入成功 一旦失败就会报错重启 只是已经写入的消息无法撤销 所以同条消息有可能会多次写入 第三种就是Exactly Once 在At Least Once的基础上 使用事物保证消息在Checkpoint成功后 才算真正写入 对于ParsaThink而言 最后一个使用知识点 就是定义消息的序列化器 和ParsaSource类似 我们提供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使用Fling的 Civilization Schema来序列化消息 第二种则会使用Parsa的Schema 无论哪种方式 我们默认情况下 都会使用Schema Bites的形式 将消息写入到Parsa 以此来绕开Schema检查 而对于Schema Evolution的支持 就比较简单 用户通过Enable Schema Evolution的方法 启用之后 我们写入的消息就不会去做序列化 而使用对应的Schema写入即可 本次分享的最后 我一开始准备了一个简单的Demo 用于完整地演示Parsa上的消息读写 但先于分享的时长 这里我就简单说说此Demo做了什么 对应的代码大家可以在GitHub上找到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FakeSource 它会随机生成一些Name 我们使用Connector将数据以Arrow的格式写到Parsa上 接着我们就创建了一个Fling的程序 它从Parsa上读起对应的消息 并做一些计算处理 这是整个Demo的一个流程 然后此处我们列举出了做这个Demo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Checklist 大家在尝试自己跑Demo代码的时候 可以尝试一个个去自我解决 本次分享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任何Parsa和Flink的使用问题 都可以扫描下方的微信号 我们会有专员予以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